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今天的活动是去打疫苗的第三针 这个加强针 然后我是前两针疫苗打的都是辉瑞 然后第三针的话 我这个是预约了打这个莫德纳 我这个是预约的 现在是下午5点40 刚起来吃了点东西 然后反正现在感觉山上特别热 应该还是在发烧 然后头部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根据第二针的经验 应该明天早上一起来就完全没事了 大家好 我是薛哥飞 我今儿又活过来了 今天早上起来 那个疫苗带来的这个难受啊 不管发烧啊头疼啊 就都没有了 现在是晚上6点 我上完班出来跑个步 其实没上完班啊 一会儿回去还得再干一会儿 这次跑步也是CM之后啊 第一次 这个一周半的时间 第一次跑步 好久不见 纽约交通台 现在是晚上6点多 两边都很堵 好黑啊 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啊 今天感觉 左边那个IT班 还是稍微有点紧 然后大腿后侧那儿 有个地方有点痛 然后今天还感觉右边屁股有点疼 然后疫苗呢这边 身体上没有什么任何的不舒服 就是打了疫苗的这个左胳膊 特别的酸啊还是很硬很很有点酸痛 其他的完全就没有什么别的影响了 好吧今天就说这么多 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你今天跑步了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